好好色 能够救地球吗 来看这是日本成人频道 连续11年举办了预防艾滋的活动 而这一回呢 只要现场捐出1000块的日币 也就是大约台币300块钱 就可以触翁这AV女佣的胸部 而且活动是持续24小时 电视呢也连续24小时来转播 吸引很多的阿宅到现场 晚间8点不到 新宿街头出现长长人龙 大约有近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 成人影片粉丝 共同响应 好色旧地球的公益活动 好色旧地球成人频道的发起 只要捐1000块日币 就可以近距离跟AV女佣接触 每个女佣都有备而来 因为这个预防艾滋病的公益活动 打着24小时电视直播为号召 一共有25名超人气成人片明星 共襄盛举 有人负责与粉丝亲密接触 也有人负责主持搞笑 大约有关于生放映 有关于生放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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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色旧地球的公益活动 已经连续举办11年了 在日本国内外都小有名气 因此排队人潮当中 有不少外国人 还有台湾游客 带着妈妈和女朋友一起参加 他有点吃醋 不过他还是满体谅我 他们真的没有出现 这种东西 你也没有听到 有关于生放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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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人影片频道商 希望自己也能对社会做出贡献 老板认为这样的活动 轻松有趣又有效果 难怪被吸引而来的人群当中 有男有女 大家在入场前 得先填写捐款资料 确认成年之后才能入场 然后把钱投入捐款箱之后 还要双手消毒 才能与女优近距离互动 去年的浩森救地球活动 吸引了将近五千人参加捐款 大约募得一百三十万台币 今年口碑传得更开了 来的人更多 这种突破传统慈善活动的形式 势必募得更多捐款 预防艾滋病蔓延 中文新闻 温正杰 刘鹏宇 东京采访报道